主席还有秘书长还有各位先进 我想是不是请秘书长 请秘书长 秘书长 我想今天审查这个NCC的委员的资格 事实上我们是觉得要非常慎重 但是呢我们觉得必须要把NCC这整个 他的权责要厘清楚 首先呢我们知道就说 我们现在的NCC呢 他是他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 那从国外移植过来 那当然应该是把他的优点取过来 然后他的缺点我们应该避开来 可是我们发觉我们这边是一团乱 首先第一个 NCC我们说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那请问一下 这何谓独立的机构 他跟行政院的隶属关系是什么 谢谢资源关心 那么他这个 这个所谓独立机构就是我们尊重他独立的这个权责 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行政院 那么这个下面的一个单位 所以虽然是独立 不过很多政策立法 他必须要经过这个行政院会的 他还是会经过行政院院会 那么审查过以后呢 那些法案 也就是说他不能够自以为独立 然后个性歧视自以为是 然后不配合行政院的这个政策 对不对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说我们拿英国来讲好了 其实呢 当初也有有这个 这个 就是采用一些英国的一些制度啊 但是英国呢 他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独立机关呢 事实上呢 他是一个所谓的核议制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 也是核议制 但是这现在的核议制呢 平安心讲了 每个委员有每个委员不同的意见 然后呢 甚至于主委跟这些委员意见不合的时候 主委呢 他对外发言 他还要这个代表 这个NCC对外发言 讲出他自己跟自己意见不合的 这些核议制的结果 你认为这样子的话 对吗 我想这个所谓核议制是说 就这个所有的议题 他必须重要政策要提到委员会 大家去冲温讨论 冲温讨论过也加持 做成决定以后 我想应该就是只有一个意见 不会说有两个意见在外面 这个说明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第二届的NCC的主委 跟我们的委员 他们有些地方有些意见不一样 所以我们主委才特别万言书 把他自己的一些理念 借着这个万言书呢 表达出来 那表示说 这个委员跟委员之间 这个核议的这种默契 我们觉得还是有点质疑了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主任委员的产生 那么根据英国的这个所谓 他其实不叫做FCC 他其实他是由这个 贸易产业部 还有文化媒体及体育部 这两个部呢 他们共同对于主任委员呢 共同提名的 那不像我们这边 我们NCC是委员互推的 那他们呢 其实还是主任委员呢 还是有两个部会的首长 他们共同提名 然后指定一位呢 担任这个主任委员 那么这个跟我们台湾呢 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台湾哦 就是互推 互推的结果呢 就会像今天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大家谁也不服谁 然后他呢 也可能就觉得 反正我们自己 所谓的独立机构 然后委员 这个主任委员也是我推的 所以呢 我也不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 甚至于呢 可能跟主任委员的意见 背道而驰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NCC呢 就状况百出 所以你认为 未来的主任委员 应该是怎么产生 这一部分现在的机制 是就如同刚才 资委员讲 是由我们委员 那么复推 产生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那么将来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组织再造了 组织再造 也就是说 所有的行政院 够这个部会的组织法 那么大概都会 这个再做一个总监讨 你知道我们在 法制委员会 对于这个 主任委员 就NCC的这个 主任委员的产生 副主任委员产生呢 有一个 这个退场 进场跟退场机制 当然我不晓得 那个委员会 有没有通过了 但是我是认为 如果你要等到 组织再造的话 那就又 那这一届表示说 这一届还是由他们 互推了 你这个行政院 没有办法指定了 因为到目前的 法制就是互推吧 不可能说 我们接着产生委员 行政院 就还是互推 不过 就是说 将来怎么样 让他这个 整个 这个组织 能够更合理 那么这部分 在组织再造 他们现在已经 有一个审慎的 在演绎当中 将来 会配合 这个行政院 组织再造 所以 所有部会的 主治法 都会在做一个 研究研议 你是支持主任委员 跟副主任委员 由行政院来指定 对不对 不是 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跟你报告 我们其他很多 独立机关的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是由院长提名 送立法院同意的 对 像我们这个 中选会 公平会 中选会 公平会 还有精管会 这些都所谓的 都是所谓的 独立机构 但是呢 主任委员 副主委员 都是由行政院长 当然 这部分我们在 组织再造会 这个把这个 做一个 横平的考量 对 所以我在想说 因为今天 我们要历清楚 因为我们知道 第二届 简直一团乱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个委员之间 彼此呢 内斗 然后呢 那个主任委员呢 又被他们弄的 也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 有时候我们替 彭主委会叫区啊 他这个主任委员 简直是一点 一点那个权力都没有 当然我们知道 是何一支 但是主任委员 起码要尊重 但是我们也看不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是 我们现在是看这四位 这四位我们未来 可能会担任我们 NCC的这个委员们 我不晓得 就是说 他们 你们对于这个主任委员 跟副主任委员 那么未来 是要用互推的 还是由行政院长指定 不晓得 现在条文是一定的互推的 现在的法条 所以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几位委员 他这个都是社会贤打 我想这个将来 他们一定都能够 这个非常 这个和谐 尊重专业 来 那么 继行我们整个政策 应该是这样 讲是这么讲了 但是呢 真的是很麻烦的 那我想 是不是我们请 秘书安请回 我们请四位 委呃 委员可以不上台 我请教一下 四位 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当NCC委员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其实呢 对你们来说 是牺牲很大的 我们大概列了一个表 我们说这个 当NCC委员啊 第一啊 天天要上班 第二常常要开会 第三年资会中断 第四薪水不能太高 第五财产要申报 第六不能够接研究计划 第七不能有兼职 第八随时会停职 然后第九停职呢 就没有生计了 第十离职了 还要回避 因为三年的旋转门 那我想四位呢 这个经过 经过我们行政部门的 这个邀请啊 请你们担任NCC的委员 我们不晓得说 你们对这 这个这么辛苦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 还愿意答应来 来这个加入 我们这个行列 是不是先请 苏恒 苏主任 好 谢谢朱委员的问题啊 那我想也借机会 来表达一下啊 那一方面很高兴 也很觉得这个荣幸啊 被推为这个推荐的人选啊 那当然从这个 现在整个传播产业的发展 还有现在整个那个 科技汇流的趋势来看 我想我自己愿意进来啊 那我想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觉得说 台湾正好在一个转型期 那既然要发展科技岛的话 那实在是有很多事情 在这个阶段是需要做的啊 那也因为自己 在这么多年的教书期间 其实也参与不少 这个包括有限电视审议 还有一些公共政策的 还有法律的讨论 那自己会觉得说 既然有这个机会的话 就愿意来服务 那刚才朱委员特别提到 就是那个 就是委员的这个 里面的产生主委 或者副主委人选的制度啊 那现在我的了解 就是说 依照现行的法规 那是确实是用推选产生的啊 那当然独立机关跟这个首长制 各有各的好处 我想啊 那现在见 那个没有修法以前 当然是 就是现在是遵照既有的法律 但是首长制的好处 就是因为 其实现在也是 国家也在转型的期间 所以其实很多科技的政策 很多其实要配合 那个整个行政院的这个做法 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并不反对 改参首长制 OK 好谢谢 那请 委员您好 这个 这个在学术界工作了二十几年 那么有这个机会啊 在 功逢其盛啊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在目前台湾整个通讯传播 正好在一个转利点 所以你责任感很重 谢谢 因为把专业发挥所长 是 我观察到就是说 我们产业的结构 有改善的空间 法规体制也有进步的 这个空间 那如果说有这个机会 啊 继续来推动的话 我想这个是 人生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很感谢各方的支持 那对于主委副主委的产生方式呢 啊 依照这个 我刚才秘书长已经提到了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本法的二十一条 事实上是已经明定 主委副主委应该是由行政院长指定 那么目前二序系统组织法是还是由这个互选 那我们提出的版本是支持这个行政院的这个院长来提名 那这个案子在会内已经基本上通过 那我的立场也很清楚 好谢谢 再接着请张伟 董事总是 委员 大家好 我有这个机会啊 我虽然是个系统工程师 但是系统做到最后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 那么中间呢 这几年其实在工程界 有一个很热门的课题啊 就是关于叫做机制设计 mechanism design 那有这个机会到NCC 我想NCC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实际上的mechanism design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啊 我很荣幸被提名 那么至于对于 我想刚才两位 被提名的委员都已经讲得很好 那我个人其实也 私人的看法 个人的看法是觉得是由这个行政院长来提名 我觉得比较恰当 OK 谢谢 好再请我们卫博士 主席各位委员好 我个人是很珍惜有这个服务的机会 可以落实一些个人的理念 那我不会觉得有任何委屈 谢谢 那政府主委的意 你就没有什么意见 是我的意见跟大家是一致 OK好谢谢啊 那我想四位也表达得很清楚 其实有很多 我们要到那个院会的时候 再仔细的再请教各位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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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